來 柏惟 韓國瑜的內心事件 你覺得呢 真的是恐懼嗎 在想什麼 這位國民黨的組成結局開始說 是 我問大家 請教大家一個問題 國民黨靠著 避風派黑還剩什麼 除了台北有一些看起來 小青星 李明賢 這樣子 很可愛 上節目 吸引中間學民 你叫李明賢叫小青星 對 就見面三分錢 所以你會看到國民黨如果沒有避風派黑 基本上是沒有當晚的狀況 因為只要是這個土地 行政黨出來的人 一定是支持臺灣本土 那帝風派黑 因為過去政治結構 勢力的關係 他去給中國國民黨去收入 來做到這個行政支援的輸出 所以他們覺得說 就來 就要維持自己的政動性 所以必須要猶毆 漂白 繼續留在國民黨裡面 為什麼說這個很重要呢 高雄的帝風派黑是什麼 王經兵 英雄 剛才說 這個攬車是什麼 林役所 新雲 所以表示說他在做這些事情 他是拉攏地方派系 要開支票給他聽嘛 但問題是幾年 你開支票這個楊秋新跟王 金平結果有兩個跳準 很生氣 表示你開支票做不到嘛 這個時候他高雄騙騙的 沒辦法 走去全台灣的騙 這個時候包括張榮衛 傅昆吉 言親標頂頂 大家開始觀望啊 聽你這麼好 因為你怎麼知道電影派黑 等級以來 由開始民主政治到現在 他是拿力都好 甚至是拿紅都好 甚至是只要黑白都好 就是你只要可以維持我政黨的利益結構 如果這樣我這個政府要支持什麼 我都沒意見 所以韓國瑜現在行騙全台灣 我跟去年不一樣 去年我真的開支票 大家都會心 你看我騎山 山山招勢 我跟朋友一起幫我重來 再加上我這邊的蝦賓市 這樣子我網路 或是說這個特定媒體族群 叫出來這些人 加起來 像在市民不錯 但是現在全台灣 沒有特定那麼漂亮啊 所以他的法國說不行 我們要拿其他藝材 或是拿其他武器 出來跟民進黨對下 那我要請問各位 韓國瑜他的兵藥庫 武器庫在哪裡 就在高雄嘛 因為他是高雄市長 他有行政主委 包括他人事調動 他整個高雄市政府 他的這個夫人幫這個 換官弄城 在那換來換去嘛 涼民文化 叫涼民觀光 叫涼民電影 他們的副官長 涼民文化中心的副寺行長 一個人 一個人跳四位 那是怎麼 你是整個全台灣文化 都給你刊 好不好 所以他現在他回房高雄 我認為不是回房高雄 他回房高雄 他回家拿武器出來商台 回他第一件事 先說無天倫 人家龍卡模 來第二件事 我要開籃車 你如果不整個開 101985樓的籃車 第三個他就開始說什麼 說到我這邊 如果一二二一 這是霸函市 高雄人的事情 大家都不要來 結果剛才看 資料動員六百隻 從他全台灣來 其實他只有一個目標而已 第一回來找溫暖 因為他全台灣的 這個狀況 狀況不好 回來找溫暖 第二 還找溫暖 看嘛 今天綠黨所公布的民調裡頭 過半 因為其他地方 不希望他選總統 甚至支持度 各方面都很慘 他因為就是外面找溫暖 回來找溫暖 外面找溫暖 回來後第二 找溫暖 第三 一 二 一 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要提倡 要做他 去年的 山山造勢的重造 為什麼要這樣說 去年 三世 國民黨三世 賞賣的地方 其實在高雄 你看漢子和兔子 他們兩個 其實某一個 營動員制 這個經營了很久 韓國路那個時候 新聞沒有報 山山造勢之後 碰一下 從國民黨贏 全台灣都贏 高雄贏 全台灣都贏 那這次他也要重新炮製 你看看最近的新聞 又開始出現什麼 今天中國時報頭條 競然在寫那個 這個頭版競然有喜樂道 攻擊民進黨的言論 那再來呢 這個三千億 最近又走出來了 同分的議題 走出來了 一些 所以回防高雄 這三個目標 如果讓他做得到 大家國民黨最后的希望 就是韓國路在高雄 重心恢復 這個時候 當然我知道 民主派這裡有兩個聲音 一個是說 我們去你避難所 有一個人是說 我們在背面衝突 我是在這裡跟大家建議 我說一個背景就好了 香港民主黨政府的 他們願意走出來 他們是一個沒有民主 沒有自由的國家 他們願意走出來 台灣其實民主的世代 就是透過中夾頭 透過投票來表達到 集體的意志 所以希望說如果 你如果支持 這樣你就應該要參加 如果你們反對 這樣你支持 不要猶豪 不歌詞不賭 這是一個大規模 全台灣 影響全台灣的思考 這是我的報告